你小孩都沒有長肉 一定是你的奶 沒有營養啦 其實輕微這條路是很辛苦的 有可能會碰到脹奶、石頭奶、破皮、流血的狀況 吃東西也要多加注意 時不時還會抑奶我們自己也不會發現 我的衣服要伸掉了啦 出門也只能挑選方便輕微的衣服 他一直哭一定是沒喝飽啦 喝母奶不夠一定要加配方奶啦 聽說六個月你奶就沒有營養了耶 你小孩都沒有長肉一定是你的奶沒有營養啦 你這麼瘦巴巴的你的奶夠喝嗎 無論如何家人跟朋友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 母乳是媽媽給寶寶最珍貴的禮物 看著她幸福又滿足的笑容 一切都值得了 回去嘗嘗嘗 lips